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9月10日 舉行2024教師發展日 邀請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社會文化師歐陽宇司長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教育與青年工作部李雪菲部長 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龔志明局長 天主教澳門教區審木李斌生主教 以及一眾嘉賓出席 今年活動主題為隱行高飛 國會會長持有會周伯輝神父表示 老師是陪伴學生成長的同行者 他又認為老師們要做好引領學生 並促使他們高飛的工作是需要持續的學習 他期望當日活動能夠為各教育界同工帶來啟發 從而提高各同工教育工作的能力 周神父又讚揚當日受加許的老師們 為教育事業無私奉獻的精神 李斌生主教支持的時候表示 現今世代的教育受到當代不良文化的影響 出現了著重個人主義 著重功利主義 倫理的相對主義 濫用和錯誤理解自由 莫視後果等五個危機 他提醒各教師們要培養學生的學術能力外 更要協助他們找到生命的自我價值和意義 亦要留意每位學生的天賦 恩財師教 他亦重申天主教教育相信有愛 就可以面對著這些危機 他鼓勵各教師們 能夠以耶穌基督善良的牧羊人這個形象 真心地了解和關懷每一個學生 一同面對這些危機 教清局公志明局長致辭的時候提到 今年既是雙慶之年 亦是我國第40個教師節 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第16個教師日 他向所有教師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他認為對教師來說 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讓學生們 找到生活的意義和希望 引領他們飛向更美好的未來 特區政府通過不同的政策和資源投入 為教師們提供更多元化 更優質的培訓和發展機會 希望能提升教師們的教育品質和效率之餘 亦能培養好學生的創新精神 為他們的未來成長和發展 殿下堅實的基礎 大會特別邀請到香港城市大學 社會及行為科學系 正向教育研究室服務督道 郭啟俊先生講解正向教育在現今 教育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難和挑戰 以及相應的解決方法 當日除了有一眾學生以歌舞 無人機等不同形式的表演 導出活動主題外 大會亦向五十位分別在澳門天主教學校 服務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 以及四十五年的教師頒發家許訟 活動最後由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會長 持有會周伯輝神父 帶領各老師進行派遣禮 並向各在場人士降伏後結束